走樣的不只是身材 還有你認知上的自我 懷開十月會讓女人變成母親 但是並不會把女人變得不像是女人 對於美感的要求之外呢 他們注重的是生活品質 而並不是只是節食 然後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團糟 或者是身體不健康 他們是以生活品質 跟自我價值的這個方向下去做這件事情 讓你成為一個冷靜沉著的母親 然後你也不會因此放棄自己 放棄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HELLO HAPPY MONDAY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就是 Bring it out baby 其中幾個章節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把它總刮在就是 希望我懷孕前就知道的事情 這本書他在講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讓小孩吃得好 睡得好 他可以融入家庭生活的步調 氣氛 然後學會等待 並成為一個有耐心的孩子 那其實孩子的部分呢 在父母的方面 就會非常的重要啊 因為你其實都跟小孩相處在一起 而且其實 父母的情緒 尤其是媽媽的情緒 非常非常的會影響到小孩 那在這本書上面呢 他我覺得他蠻特別的是說 他不會叫小孩要乖 而是要冷靜思考 並且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作者有說到呢 他不是一個管教的方式 因為管教他感覺會聯繫到一些 像是處罰的概念 可是呢我覺得對我來說 更多的教養會更重要 我覺得教養是比較是 一些個性跟價值觀方面的東西 我們常常可能會覺得 犧牲自己是為人母的職責 就是要 不管犧牲自己的睡眠 犧牲自己的身材 犧牲自己的人生 都是為人母的職責 也是必經之路 所以他在書上就下了一個slogan 叫做走樣的不只是身材 還有你認知上的自我 就是你變得不太像你自己了 這本書上面所講的 有關小孩的東西呢 他不太 他比較像是一個價值觀 一個mindset 他並不會實質上告訴你怎麼做 他其中有作者 他說他有一個法國朋友 他就說了 看育兒書對於沒有自信的人 可能有幫助 但是每個小孩都不一樣 你自己小孩你必須要自己去了解 所以他不相信孩子可以照書養 而養小孩就要照自己的感覺走 我覺得他這種真的是 非常有自信的一個說法 因為像我就是 就是會找書來看 所以當然我才找到這本書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的概念其實是非常好 因為你會花更多的時間 總而言之現在我大概還有 8公斤的 baby weight在身上 所以我才會說 希望我懷孕之前 或者是我生小孩之前 我就已經看了這本書 我覺得可能對我的狀況 會有點改善 也許我們就是會很常聽到 就說沒關係我懷孕我就可以吃了 沒關係反正我現在是孕婦 我就可以怎麼樣 或者是我現在是媽媽 所以我應該就怎麼樣 或者是我應該媽媽 我就應該成為什麼樣子 但這個更多的是說 不管你是一個母親 但是你是一個女人 你還是你自己 所以你不應該因為 母親的這個角色 而失去了更多其他的角色 應該是說一個人的一生中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樣 和女人多了一個媽媽的身份之後 你不應該把其他的都拋在後面 而是守著這個媽媽的角色 他說了一個法國女人的一個觀念 就是女人懷胎十月之後 不會變得不性感 懷胎十月會讓女人變成母親 但是並不會把女人變得不像是女人 如果你還沒看過我其他影片的話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這本書是一個美國人的作者 他嫁給英國人的老公 然後他們在法國生活 所以他有很多有關法國教育的東西 跟有關法國的一些觀念 那他在書裡面其實有講到一個東西 叫做 美國女人吃東西常常偷摸摸 導致飲食帶給她們的 不是愉悅而是罪惡感 無論是欺騙自己吃東西並不快樂 或長期訝異自己吃不喜歡的東西 都可能導致體重不減反症 所以他們有一個叫做法式的流液減肥法 我覺得這蠻酷 他應該也不算是減肥法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種生活態度 那這個方法呢就是他不節食 那你告訴他說那你不吃什麼呢 他會跟你說我什麼都吃 那這個的方法就是例如說 我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就吃個簡單的東西 那weekend的時候 可以跟朋友去吃飯 吃任何我想吃的東西 那我也不會有所節制 但是我 monday to friday 我就吃的是非常簡單這樣子 那或是你在平日的時候 然後你不小心吃了蛋糕 那沒關係就是 下幾餐再留意一下 就是留意飲食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這種留意的做法 會取代掉自製的概念 就是這個東西不能吃那個東西不能吃 而是一個留意的感覺 我會講到這個的概念 是我覺得跟他們育兒的方式 其實有點類似 他們育兒的方式呢 就是有點是 他們吃飯時間都是固定的 點心時間也是固定的 所以他不能在任何的時間 可以吃點心 所以如果例如說 早上他們一起做蛋糕 那我們必須要等到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才可以一起享用這個點心 因為這個點心 只能在點心時間的時候享用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的像耶 所以應該是說 法國女人的美感 多過於社會給他們的標準 他們會覺得說 這是屬於他自己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應該是說 對於美感的要求之外呢 他們注重的是生活品質 而並不是只是結實 然後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團糟 或者是身體不健康 他們是以生活品質 跟自我價值的這個方向 下去做這件事情的 他還有分享說 就算有了孩子 你還是要保留公共空間的樣子 像是說 大人的客廳本來就是長那個樣子 那不會因為有了小孩之後 到處都是可能亂糟糟啊 都是玩具啊 但還是會是保留著客廳的樣子 而這個背後的理念呢 就是偶爾就算沒有達到孩子的需求 你也不應該要心生愧疚 那作者也有提到說 有些全職媽媽覺得 他們照顧小孩是應該他們要盡的責任 他們覺得送到可能脫孕中心 或者是給保母顧 可能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表現 但是他的理念就在於說 你應該要留點空間給你自己 這個空間 我覺得其實他說的空間 其實不單只是有小孩 很像是就是 你跟父母 不管你跟父母好了 你跟朋友是室友好了 或者是你有男朋友 甚至你有婚姻 你有老公 你們都應該要保有自我的空間 那現在有了小孩 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你應該也是有保留自己的空間 你要讓小孩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保留彼此的空間 去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我們常常會因為 媽媽這個角色 然後把我們綁架了 可能覺得要跟孩子綁在一起 這樣子我才是一個盡責任的母親 其實我現在慢慢真的覺得 因為我看了蠻多的 我覺得其實媽媽的情緒 影響孩子非常多 所以如果媽媽的情緒是好的 陪伴的時間沒這麼多的話 但是每一次的陪伴 都是一個有quality的陪伴 那對小孩來說 其實影響會非常的好 那她有提到她允許自己 就是跟孩子分開的時候 她的思想消滅也是跟孩子抽離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她有講到一個大的 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常常 其實就我也是 就是我送去daycare 我就會想說她現在好不好啊 她也沒有吃好啊 她跟其他小朋友玩怎樣啊 她現在也沒有睡啊 然後說幾點要去接她嗎 然後就心一直懸在那邊 現在其實是她送去daycare的全天的第二天 但是第二天我就會告訴 應該是我第一天啦 昨天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應該要好好享受她不在的這個時光 我來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後去做我這個可以獨處的空間的空閒 所以我應該就不要再去想這些事情 而是做好我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呢總括起來就是 生兒育女很重要 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層面 但是不該淪為孩子的奴隸 也就是說我們都應該要撇除 有個完美父母的迷思 必須要時時刻刻陪在孩子身邊 或者是讓孩子開心 或者是你覺得是一個完美的教養 像是每個孩子應該就是要贏在起跑點上 這些我覺得就是要把它撇除掉 所以這本書真的它很多的 都是一些比較觀念性上的東西 它比較不是教你怎麼樣帶小孩 它比較算是調整一下你的價值觀 然後審視你自己的那種感覺 那它裡面一個故事就有提到說 它去一個法國朋友家 那它看到一個非常像一個雜誌內頁的一個照片 就是它的朋友懷孕 然後幾乎全裸 然後身材就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唯美 他們就覺得說 女人應該好好享受懷孕的時光 不應該放棄掉你自己 你還是一個女人 你還是很美 所以它把這個自我價值的東西 我覺得放的蠻重的 那這個自我價值的東西 是為了讓家庭的氣氛可以更和諧 不要失衡獨立啊 開心啊 有耐心的一個小孩 再來就是作者 它有提到一些它生產的一些概念 我覺得這個我也想來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我覺得它講的方面 北美的方面其實我覺得跟台灣非常像 就是非常的提倡自然產 也非常提倡母親餵母乳這件事情 那據我所知在加拿大就是也是 你一定就是自然產 那如果你剖腹產的話 就要經過一時的同意 才能夠剖腹產 對於自然這種事情 做的就有說 就是有一個偏執的一些要求 像是 他說他一個朋友也是一個美國 美國媽媽跟他嫁給一個法國人 然後他們在生產的時候呢 他已經非常的緊張自然產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我想要在球上面生 但他老公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好好生產 在產台上不好好生呢 是要在球上生 或是要在水裡面生 但是他們的觀念可能會覺得 這樣子更趨近於自然 但是法國的觀念會是比較是 應該是要你舒服 然後做件事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然後他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說他在水深火熱之中 他老公居然不見了 然後他說去買個可頌 他老公的說法是這個事情我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非常的焦慮 那唯一現在能讓我放鬆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買個 croissant 所以我買個 croissant來吃 讓我把拼就是焦慮的情緒 就是處理掉之後 再來陪我老婆好好的生產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會想要分享這個是 有時候我跟Sean有一個爭執的部分 然後我看了這本書得到一些解答 就是我覺得他真的個性太北美了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是不懂他 那這也是其中一個東西 就在於北美的一些觀念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做一件事情太輕鬆 他就會感到罪惡 這個是美國作者他自己寫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他寫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突然理解了Sean 為什麼有時候會把一些事情弄得 好像很辛苦很嚴重 但是這時候我突然就是了解他了 you know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上面 他雖然封面跟就是中英文的封面 可能都是有關baby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他蠻好的 就是其實有講了蠻多關於自己 女人自己跟婚姻上面還有跟社會的連結 他有說到就是生完小孩出去工作這件事情 更多的是社會地位跟自我價值 如果你在全職帶小孩這個過程呢 你跟社會的脫節或者是一些方面 他其實有提到 那我覺得可以讓我們去思考說 什麼樣的生活才是我們想要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全職貓媽 可以完全參與到孩子的成長過程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他會讓我去思考說 對那我想要的家庭生活 我的職場生活跟我的育兒生活 我想要是什麼樣子 然後讓我去重新審視我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好應該在這裡 所以我 yeah I have to say in every single video 我是超推薦這本書的 然後大家去看一下 那在下一個video 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 有關孩子教養的一些部分 那就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